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少奶奶还是不愿意吃饭啊 不愿意 您自己吃吧 别了 把我带回来的红酒 送到少奶奶那边去 我陪她一起吃 我问你一件事 我平时不在家的时候 找来的也是这样常常不吃饭吧 很少 而且越来越少 认真算起来 也就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 这么少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小姐现在说话也越来越少 跟在上海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我不敢问她为什么 但是我知道 她很不开心 也很闷 你也没有陪她出去走一走吗 也很少 有几次她想上街去找工作 就要陪她走走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中医诊所 但是走了好长时间 都是西医 中医就只有那一家 还是卖跌打损伤的 门口摆着刀枪 小姐说那是跑江湖 卖膏药的 也没敢打交道 那你知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她不愿意去张大夫的那个安基堂工作呢 她 你说呀 她是为了维护您 维护我 以前 张大夫喜欢小姐 曾经向大少爷提过亲 但是小姐没有同意 因为当时小姐的心思全都在您的身上 就像张大夫 就像张大夫的心思都在小姐身上一样 小姐 张大夫的心思在联军身上 要不然张大夫怎么到现在都没结婚 公命吧 王小姐 张大夫 你又在喊王小姐了 没什么 我 我会早神了 您常说的那个王小姐 是不是就是陆太太 你一直一个人过 也是因为 因为她 因为她 英子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好吧 对了 晚饭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一会儿记得去吃 是 别老说这样的话 你老实在说 林军 你是不是在怨我 你是不是在怪我 林军 是我对不起你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你觉得一切 可能在从头开始吗 田 你能告诉我 每次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是想安慰我呢 还是想解脱你自己 如果你想安慰我的话 那可不必 这么多年了 都这么过来了 还是解脱你自己吧 如果你能解脱的话 还是解脱你自己吧 如果你能解脱的话 你难过是不是因为见到了张宏大夫啊 难过吗 其实我挺高兴的 是因为我看到你们所有人都过得很好 张宏有了她想要的安吉堂 张宏有了她想要的安吉堂 你和肃琴有了你们的孩子 你还有了工作和事业 只有我 什么都没有 你说如果要是秦教授是我的话 他会怎么样 也是吗 我觉得他一定会果断地选择 果断地行动 因为我知道 其实我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女 我还怕在一起的痛 我还怕在一起的痛 怕分开的痛 我永远顾念这一切 可是这一切跟我 都是没有关系的 ��是不去想我们的点 要是不去想我们的事 我们心里面想要求能够 是 cover的事 最功能就要把它侵褣 警到个情况 这个地方 我们去想我们的事 就安吉堂张大夫那儿帮忙吧 不要有顾忌 好 好 我知道 你开始哄我了 我不是哄你 是哄我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其实我 我之前跟小喜说过 如果你和肃琴有了孩子 我就选择离开 彻底地离开 给他们母子一个正当的名分 我会这样做的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了 我舍不得你走 但是我想让你高兴了 如果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的话 我能读懂我心里的想法 就是离开的 惨君 杨诞 知道 我刚才突然间想起什么吗 一人出信 盘夫所夫 有两句 大人好似天上月 官人 对 官人好似天上月 南君好似月变星 安真 看来还是 我真是老了 但是你懂我说的意思 我看出两个意思 一个是 要是不喝酒 我不知道你会看戏 第二个 第二个是 你是为了我们在看 所以你连名字都记不住 天安 搞什么秘密了 还有什么秘密 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讨厌西游 不知道 因为它就像人一样 爱和恨是不分的 不讨厌西游 或者你可以说爱恨恨就是一天的 我讨厌西游 可是有的时候 它就偏偏一闹在心头 永远回去不去 你也讨厌 sprink人 保泄 果然说借酒消愁愁甘愁 去坐吧 醉了 去吧 你干什么去啊 我去劝劝她们 我看你就不想少爷和少奶奶 单独在一起 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 我只是担心而已 我为什么从上海过来的时候 不多带点钱 不然我就为她 可以在基隆开一家安吉堂 所以没想到咱们会回不去 想回不回得去都听天由命了 反正我也决定 家里的费用我们会省着用的 把钱存下来 给小姐在基隆开一家安吉堂 她一定能特高兴 以前小姐最难过的 就是大少爷英年早逝 没有完成安吉堂的事业 如果我们能在这儿 给小姐开一家安吉堂 她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好 我们就尝尝这个目标努力吧 你去看看少奶奶去 好 你去看看少奶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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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 不想让少奶奶去张大夫那儿了 之前您还在纳门 少奶奶为什么不去台北 听消息说了 却打算在基隆并骑炉灶 这还什么意思呢 我是说 如果开安纪堂 受了讨少奶奶开心 就没有必要另打裸骨虫开张 台北不是有张大夫的安心 张大夫是张大夫 我们是我们 不是张大夫对少奶奶一往情深吗 如果她要是去 一定会受到很好的照顾 不会受苦吃累 还会像以前那样 觉得很充实的 你就那么想让蓝军离开吗 我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少奶奶她是个好医生 她也喜欢做医生 她现在不愿意去台北 是因为心里有顾忌 你可以打消她的顾忌 让她踏踏实实地去 现在最重要的 是让她 那我们陆家 可也没有任何人 包括我 我一不能少的就是连军 说来说去 我还是你想不得 放心 我都想不到 你也能说是终于关于仙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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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独自了孩子 就有资格替代什么 你万尔联军平时是怎么对你的 所有的想法都是妄想 所有的想法都是妄想 多先生 未经并伤扮演 终于两家 想法 要明尔联军 那样 marve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大夫 晚饭别放凉了 好 圣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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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不舒服 会不会像上次一样流畅了 你别着急 快 快救救 快叫田和小顺去医院 你别着急啊 你别着急啊 圣灵 怎么样 掉了吧 掉了吧 没有 那就好 坐下 那就好 那就好 我去看看苏静 田 走了 你坐下 坐下 坐下 苏静她没有留着 你 你不是说了吧 怎么了 她没有怀孕 她 她 她那是假孕 你的意思是说 苏静没有怀孕 她欺骗了我们大家说她怀孕了是吧 不是 她不是想欺骗我们 她连她自己都欺骗了 可 可她流血了 你只是迟到了生理期 假 假又是什么意思 苏 苏静她想跟你有个孩子 产生了强烈的异想 导致生理上怀孕的症状 房子慌肠 天啊 孩子 孩子就是女人的希望 苏静她太想和你有个孩子了 你听我 你听我说好吧 天安 天安 你听我 听我说好吗 苏琪她在乎的不是孩子 是你对她的感受 你知道吗 她害怕你冷落她 害怕你不要她 所以她才拼命想要个孩子 我 你能理解吗 她现在需要你 去看看她好吗 这件事情对她打击太大了 你 你听得见我跟你说吗 我听不懂 你不懂 我听不懂 她在乎她 你不懂 你不懂 我看你 你不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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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 小喜 这副方子去抓点药给苏 balcony 她现在需要安防 小姐 您都不知道 周姨现在经常偷偷了一个门 抽烟喝酒呢 少爷也像受了很大的打击 常常一个人发呆 也许 我真的应该去台北 但是 现在周姨和少爷这样 您再走了 这个家可就垮了 肃琴以为孩子的事情 天悦会冷落她 抛起她 其实天悦不是那样的人 她根本就不了解她 可是小姐我不明白 这些事跟您去不去台北 有什么关系 我走了以后 家里就剩下肃琴一个女儿 心里就会踏实些 可是您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啊 怎么就该是您让她踏实呢 肃琴除了天就没有别人了 而我走了呢 我还可以去工作 您啊 您啊 却知道为别人考虑吗 也算是为我自己考虑吧 有了工作 心情就会好 精神也会好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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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有件事情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嗯 你上次建议我 去台北的安机堂工作 我想了想了 也好 我等等 我刚才做了决定 去泡鸳鸯 虽然辛苦点 但赚的钱多 等我把钱赚够了 以后你在吉隆开家安吉堂 可是到时候 资金真的有问题 咱们搬个小的地方住 太不现实了 我还是去台北工作吧 也好 台北安吉堂有张洪大夫 我也放心 他一直对你都很好 我就是想去工作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可你刚才那话说的 张大夫对我好不好 好 跟我想去工作是两回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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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不着 想跟你商量点事情 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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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加入他们的班子 当时 我以为我自己那个了 就没有答应他们 现在我想去了 他会给我一些演出费 我可以存起来帮助开诊所 存起来帮忙开诊所 苏姐 每天我 我误解你了 也不算误解 我确实有死心 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过去了 那 那你可以让我加入系班吗 苏琴 我们家还用不着 用不着靠你一场戏 来赚钱 妈 可是那些钱至少可以照顾我自己 可以减轻家里对我的负担 你不去乘着 家里也不会缺少给你的钱 好吗 你还是让我去吧 再这样下去 我在家里会闷住病的 让我想想 好 让我再想想 好 小说这是 杜小姐是吧 对 你好你好 她叫杜丽美 你好你好 真好看 快快见过老爷 太太 老爷好 太太好 傅先生 傅先生好 好啊 好啊 这都是太太 太太好 好好好 结婚照是一定要找啊 我想办法给老家寄回去 让你父亲看了之后 高兴得睡不着觉 好 谢谢少爷 谢谢了 也感谢你 这么早来为我送行 谢谢 天安 少爷 我就等你呢 你看我这紧紧忙忙的 还是来晚了 好好好 咱们快走吧 我拿箱子 来来 来 好好好 走 走走走 天安 这些书啊 都是秦教授 我刚刚认识的时候 他送给我的 都是他写的 我怕你在船上闷 没事的时候看看 阎神写了这么多书 我先帮你拿成 我拿 我拿 在船上 有很多的时间 我急着利用这些时间 好好把这些书看看 了解了解 阎神心里在想什么 他跟我说过 他最想写的 是阿玛 额娘 他们翻天覆地的那个大时代 哎呀 你说说 从上海出来到现在 我一共给他写了二十多封信 都石沉大海 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 那部书完成都没有 我也在为他担心 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等他回信 你 这个时代什么都要等 连等一封信都那么难 天军啊 这天已经茫茫亮了 门看得清了 这灯 能关就关 就节约一点用电啊 好 我马上就来啊 那在门口啊 苏琴 苏琴 我这一走 又是好长时间 你昨天说的事情 我想了一晚上 好 如果你真想唱 高高兴兴地去唱 别在家里别坏了 但是别为钱唱 咱们家不缺这个 就让你们开开心心的 我在外面干活也有劲儿 你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严严呢 快走吧 好 我来不及了 来来来 严君 好 注意神经啊 好 进去吧 天凉了 进去吧 天凉了 这很早 我来到家里 去看看 我的日子 我的天凉了 的 这个 对 你 连军 我又开始给你写信了 女人是男人的路 想不起来这话是谁说的 或许是过去的某个人所说 又或许 是未来的某个人所说 不管怎样 这话 听起来很有道理 突然找到两个词 来开过我的前半生 很准确 我之前说过了 是闲和尴尬 一直以来 我因闲而尴尬 又因为尴尬而闲 我富贵的出身 所处的乱世 造就了我尴尬的人生 而尴尬人 必与尴尬事 也必献亲人与尴尬 现在有了工作 闲终于破除了 而尴尬 我却在试着 慢慢地退却她 终于怎么还不回来呀 小姐 要不你回去吧 我自己带带吧 你咳得不清 明早给自己看了药方 我去给你抓药 躺下来也睡不着 我还是坐会儿吧 小姐 你是董秘密疏的 自己得了病怎么不治呢 周姨也真是的 她怎么还不回来呀 一会儿等她回来了 我劝劝她啊 还是别说了 免得她心里觉得委屈 爸 你这么冷 小姐 我进屋给你拿件衣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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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烫啊 小姐 你在发烧 快快快 快跟我进屋 我自己在这儿等就行了 走